欧美经济波动加剧 腾讯又惨遭减持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的热门话题解析 我是Share 美国经济数据好坏参半 5月城污签约销售指数 止步6个月连降 但仍比去年同期跌了13.6% 5月耐用品订单增幅高于预期 表明在利率上升和对经济担忧加剧的情况下 企业投资保持强劲 6月达拉斯联储商业活动指数 骤降至两年新低 为负的是7.7 前职约为负7.3 6月27日周一 投资者持续评估欧美主要央行 激进加息和对经济衰退的可能影响 美股高开后无法维持涨势 开盘不久便集体转跌 5盘是罗素小盘股率先转涨 道指也一度转涨 但美股尾盘跌幅加大并触及日低 只有小盘股维持涨势 道指最深跌近0.5% 标普大盘最深跌近0.6% 分析师称美股难以维持上周从熊市低点的反弹 即将创几十年来最差的新一年上半年的表现 多方分析指出 本周欧美股市交易可能会更加波动 除了面临7月4日美国国庆节带来的长周末 很多基金经理需要在二季度末重新平衡投资组合 尽管摩根大通预言 本周美股可能反弹7% 但瑞盈称市场震荡尚未结束 还有分析师称7月中旬开启二季报期 若更多企业下调指引将重燃抛售 此外呢 6月27日五间腾讯公告称大股东Process 南非报业Nespers的子公司将减持公司股份 为一项长期开放式回购凑集资金 这是Process第三次减持腾讯持股 最近一次减持是在去年的4月份 当时他们也承诺至少在未来的三年内 不再会出售任何腾讯股票 消息公布后呢 腾讯股价跳水从上涨超4% 转为下跌 最终收跌于1% Process股价双双拉涨 在过去一年的科技寒冬中 来自非腾讯业务的交易利润都出现了下降 实际今年以来股价大幅下跌 即便是周一反弹之后 年初至今依然累跌23% 导致折价幅度进一步加深 大幅折价很大一部分来自Process对腾讯的持股 缩小差距最快的方法就是卖出腾讯的股票 并且回购其本身的股票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观众可以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加关注